爱诚故事一周年 王瞳崩溃大哭痛诉心声 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 女星王瞳与大马歌手爱诚和爱情 长跑一十年 中间绿经分合 女方不闻恋风波 终于在2020年7月底登记结婚 没想到爱诚去年8月17日不幸身亡 17日适逢爱诚离世一周年 王瞳与好友张云金参加交会举办活动 王瞳当场在台上泪风痛诉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 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 但多亏了有耶稣 有交会弟兄姐妹和京城兄妹 帮我死拽活拽的感觉 又单引号 王瞳今天在京城兄妹超时空的约定 泽泽木姿启动参会活动中 泪崩痛诉失去爱诚的心声 去年的今天 我从来没有想过关上门之后 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最后一次摸到你 最后一次听到你叫我宝贝 我们明明规划好多未来 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去寻回 你说好没有我就不去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用音乐把人跟人之间冷漠的心点燃起来 为何心中遗憾如此巨大 原来是我们约定好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会带着使命走下去 就算再痛再难过 我们永不放弃 一年了 如今我站在这里 我们会秉持着你永不放弃精神 把京城兄妹继续完成 因为我是你的宝贝 我是蔡太太 又单引号 王瞳接着更累奔说 这一年感觉没有闲下来 艾成把东西给我们做 每天八点就睡觉 这就是他的style 城城生命特质就是浮夸 大喜然后大哭 我现在好像经历这过程 最幸福的是 每次的哭不是越来越暖 每次的哭都是释放 恢复 重新站立 活动影片一出 立刻涌入许多网友加油打气 想念你了 城城 不哭不哭 眼泪是珍珠 加油 城城爹地我好想您 别哭 加油 她永远在你们心里 别害怕 她守护你 彤彤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儿子 靠地方 有了 别感谢大家 关注 请 感谢您的频道 如何 小字标 我